像其他今天怎麼會想來 因為之前你先前不是說 可能不會再參加政治的相關 我是這樣講嗎 沒有 我只是講說 我不會參加政黨相關活動 因為政黨真的 因為他們互相有攻防 我作為一個平民 我只是一個素人 我只是一個直播組 我的台就一兩千個人 我跟他們聊聊天而已 結果被燒成這樣子 我真的 我真的無奈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以後不會再參加任何政黨的活動 太痛苦了 我就去國民黨一次 而且我也不是說我去站台什麼的 我就去一次演講 就是他們有個自媒體 演講自媒體與流量 但我只是個講師而已 我就去演講一次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就去演講一次而已 所以剛剛你聽議員講完 你還是會覺得 是因為受吳征的影響 你都受吳征的影響 對啊 導致你吊帶嚴 對啊 是啊是啊 因為那個時候 吳征就沒辦法 他就要攻擊民進黨 講錯了保全口誤 他那時候要攻擊國民黨嘛 就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 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沒有去國民黨的話 吳征也不會燒我 我也會覺得無奈 那你今天怎麼會想要來上這個節目 那剛剛會覺得有被 我今天怎麼 他邀請我就來啊 因為我現在沒有錢啊 我現在沒有收入啊 有錢賺我就來啊 你們如果各個節目想要邀請我 我也會去啊 你們各個電視台 或者是各個人 要邀請我都會去啊 沒有錢啊 我也要兩三個小孩呢 我當然有節目就上啊 對啊 怎麼了嗎 那你之前上完節目之後 我以前在有發文道歉 對 對 對 不過後來又在演說 有講到講說請邀議員不要把自己當作勝利者 那今天在跟他當面談過之後 有沒有其他的心情 有有有 他有跟我講 他說 他的意思是不是想要自己當神 因為我有沒有把他封為心戰神 他說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不管我是心戰神 還是統神 還是宅神 都沒有那麼神 那我剛剛在裡面也跟他道歉 也解釋過了 OK的 對對對 對 那你的對手就是 透以說他 把你冠上戀童的一個頭銜 那你自己不看那件事 沒有他又不是第一個 我無所謂啦 他不是第一個 那個時候燒起來的時候 一堆人說我戀童啊 他又不是第一個 沒關係啦 而且 我說真的 他販毒的時候 我也嘴他 那我 那我現在我被燒 他嘴我合理啦 反正互相就這樣沒辦法 對 那之後有機會的話 你會想和吳征像這樣的行事 來當面的說清楚 當然啦 我很歡迎啦 我希望吳征 其實我老實講 我希望 我那個時候跟吳征call in 其實你們 如果有聽到後面 其實我後面都要 我只是在 我只要他給我一個道歉而已 他給我道歉 我也會跟他道歉 可是沒辦法 他可能 民進黨發言人 背負真的 包袱真的太重了 我沒有包袱啦 我現在要跟誰道歉 我都可以啦 對啊 那 對 那之前有一個講說 如果再有人在一起說 你是戀童P 戀童P 這樣子會提告 那會包含吳征嗎 我真的沒有指我戀童P 不不不不 不能亂講 塑造 那沒辦法 塑造怎麼告 塑造沒辦法告啦 那塑造沒辦法告 那我 因為很多 真的很多人這樣子講 那因為 那個 他們都是看一個 就是有一個 他們的截圖 那因為那個截圖 只有大概 五秒鐘到十秒鐘 不到十秒 五秒鐘到十秒鐘的談話 那我其實我原始談話 是五分鐘 大家可以去我 Lyoutube 我去我Facebook看 所以那個其實是被斷章取義的 那 我 我就是希望說 四月十二號 建議事實 希望說四月十二號以後 不要再有這種錯誤的言論 因為我一定告 對 原本還要跟國民黨的一場言論 不去了 我 我要跟國民黨道歉一下 因為這個已經講好的東西 其實 理論上我是要去 可是我跟他們說真的抱歉 是 我沒辦法去了 就真的被燒得太厲害 它影響到我的生活太多了 不管是我的老婆 不管是我的小孩 都被影響到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去了 就是 就跟他們說真的抱歉 剛剛有答應 靠姐說 可以在電視室前面抱歉 現在 對 我對於 因為我當時真的 不知道那麼多 因為我當時是看到那個評論 因為那個是 我是直播 它新聞出來我就直接評論 那我現在因為 過了 也過了那麼多天嘛 那我後來也是知道說 這叫創意師房沒錯啊 其實那個創意師房 它其實不是單純的 這種 這種偷拍片 不是這種A片 它是可以這種點菜類型的 那種 可以讓那種被害人去演的 或者是直接偷拍的 那種有劇情的有 就是直接偷拍 這種狠惡劣 所以我後來瞭解到的 我也道歉了 對對對 對 我我我 我現在在道歉 道歉 我道歉 對對對 我再道歉 我真的 因為當時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只是普通的A片網站 對 然後 我說沒那麼嚴重啊對不對 我是 我那時候說沒那麼嚴重 那 其一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其二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看新聞 真的檢察官判的就很輕 我 我其實我自己有發問 我不懂 現在在做那麼多媒體 你們去燒檢察官啊 燒我幹嘛 我是看檢察官判決啊 我只是一般人 我 我也沒有什麼內線消息 我看檢察官這樣子 我就道歉啊 不是 我是道歉 我就評論了 那第一 第一點我一定要道歉 就是 剛剛創意思考那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 對於 我想X未成年 因為那個新聞不能播 我就只有X了 我想X未成年 那這個東西我剛剛有講到 其實被斷傷取義 可是如果大家 覺得這一段話 就是讓大家不舒服 對各位 不管是家長還是 呃 呃 誰 誰想感到不舒服 我都道歉好不好 對這樣子 對不起 這樣子 OK 你們想問一下 因為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好像已經把頻道關掉了 那之後有可能再打開頻道 來跟粉絲做我的對話 或是澄清之類的嗎 對啊沒辦法啊 因為 因為頻道 頻道那邊最主要的問題是 我以前 真的講話就是個掉掉 我以前講話就是個在掉掉 反正就是一個在電視上 不能播的聲音啊 所以 我知道把頻道隱藏起來 因為如果說我不隱藏起來的話 如果大家去挖我以前的發言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生存下去了 對啊 因為我以前講話就是個掉掉嘛 反正就是一些 什麼 都不能播 那你們幫我消音好不好 因為我在這邊講應該還好 反正就是 幹啊 臭啊 白痴啊 智障啊 我打遊戲這樣子啊 智障怎麼樣 所以你們幫我消音掉 反正就是 邱文賢的風格就這樣子 沒辦法 剛剛我答應酷姐說改進 但是這就是真誠的你 所以你還是會改變一下 你之前講話的風格 什麼 我聽不懂 剛剛我跟酷姐答應說 你會改掉那些 你說不好的髒話什麼的 對對對 我會改變我講話的風格 對對對 對 對啊 因為我也知道說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在實況圈 電競圈 我也算是個很 很紅的人了 所以我以前沒有意識到這點 那我之後會改進 我絕對不會再讓這些話 對 就是登上媒體 我會換種說法 比如說 我想X那個女的 我會說 我想要跟她發生關係 我會改進我的話 我會改進我的話 對對對 那現在目前頻道已經關掉了 那阿苗其實有建議你說 可以多多跟你那些粉絲 因為多半可能有很多 都是魏晨年或青少年嗎 來共同這個觀念 很少很少 因為我的粉絲 都是十幾歲看我台的 那我已經開十幾年了 他們現在都二十幾歲 我其實有去統計過 我的粉絲沒什麼魏晨年 因為魏晨年都在玩手遊 連我小孩都在看抖音跟小紅書 他根本就不想理我的直播 因為魏晨年他們 現在我反正就是他們現在 整個被手機遊戲荼毒 他們完全都不打英雄聯盟 他們完全都不打電腦遊戲 他們完全都在打手機遊戲 那又有抖音跟小紅書 所以我的頻道幾乎已經沒有完成了 對 那你也要說一下今天 怎麼會想來上這個節目 心情怎麼樣 這個 扣姐的廣播 還有所有的這個節目 只要時間許可的話 我本來就會盡量 配合大家的時間 答應大家的容約 所以 其實我一直都是本著說 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知道 這些暗黑的非法偷拍 偷拍外流網站的嚴重性 所以只要能夠有機會 再一次的 講一次兩次三次 不夠改變這個社會 我們就講更多次 那希望 有照一日在台灣 這個 反對偷拍外流的影片 可以成為主流的共識 那這樣子 我想 我們台灣的民眾 尤其是女性 或者是 容易受到傷害的兒少的生活 才會更安心 今天像在跟統神黨面對話 有覺得他已經可能 有成一道強 或者是有什麼改進 其實我覺得 我最希望的是 他能夠經常跟他的粉絲 可以多多宣導這個正確的關聯 因為他的粉絲 剛才在錄音的時候 他有講 他粉絲九成都是男性 那可能是屬於比較 年輕的族群 那這些族群也是現在 網路的最主力的使用者 那包括了這些 暗黑的非法偷拍外流網站的會員 那也是符合這樣子的 所謂年輕 主要消費者 是以男性為主的特徵 所以如果像 張家航這樣的意見領袖 他可以出面 長期不斷的呼籲說 絕對不要再傳這種偷拍外流影片 也不要加入會員的話 我相信時間久了 一定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的風氣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我們講沒有用啊 但是如果是張家航出來講 他的粉絲可能才會聽 所以我也希望說 是不是透過這次事件 社會上的各行各業的意見領袖 都可以站出來 做這個非常簡單 基本但是很重要的呼籲 那可以讓追隨他們的粉絲 擁有正確的觀念 你有沒有看到說 跟吳聲的那個call-in的節目 他們兩個的紛爭 你剛剛在解釋的時候 他就一直說他不認同 會不會覺得溝通上有點偏困難 覺得他認為民進黨一直在針對他 當然這個家航有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想在場的 包括各位媒體朋友也知道 其實每一家商業的公司 在決定他的代言人的時候 一定都是經過嚴謹的評估和考量 那今天如果你的代言人 可能發言出現爭議有點狀況 他們也許會評估個兩三天 看看情況怎麼樣 那最後下一個決定 那但是在這個 也許各家廠商都在評估的這個期間 那如果說家航他自己在直播的時候 還有在call-in無針的時候 又一直在爭論他到底有沒有毛骨悚然 這件事情 可能反而就會讓他的代言廠商覺得 這個風險是擴大的 所以當然家航他的個性可能比較直率 或者是說他從事的這個工作 可能十幾年來都是在播實況 所以他有點不是那麼熟悉 商業界在決定代言人的這個過程 所以他可能會以為說 在無針貼文之後的隔天 他的代言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是無針害的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觀眾朋友 或是在場的媒體朋友 大家一定都很清楚 其實在他的做出爭議發言的時候 代言商的那個評估的程序一定就已經開始了 那只是在這過程當中 可能沒有辦法冷靜的去控制這個戰火 那戰火繼續延燒下去 我覺得這是他的代言會掉的真正的關鍵 因為他還覺得說無針害他料代言嗎 他剛剛也有講說 希望可以跟他正面講清楚 上前面講清楚 那也希望他跟他 無針跟他道歉 你怎麼看你覺得無針需要跟他道歉 因為其實網路 意見領袖之間大家有不合 都是很常見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是為了家航好的話 他應該要這段時間也許多去走走三三星 那我想他過去也有這個他愛家的這樣的經營的形象 也許趁這個時間帶他的家人 可能去旅遊一下 沉澱一下 再來思考這整件事情 因為對他來說 當然他剛才有講 他想要養家活口 那所以其實最重要的是要重建他的品牌的信賴感 所以我一直給他建議說 不需要用這個延遲去爭論到底有沒有毛骨悚然 只要他從今以後的行為都能夠長期的穩定的 踩穩反偷拍反外流保護兒哨的這個立場 然後多多的可能未來的一兩年兩三年 都為了這個題目付出 那當然大家自然就會相信他有所改變 那自然就不會有這個到底毛骨悚然不悚然的問題 可是如果說他在糾結說 這個誰說他毛骨悚然所以害他形象變壞的話 那大家反而會看不到他到底有沒有改變 反而會讓他深陷在這樣的爭議裡面 所以如果說是以這個為家行好的這樣的立場的話 我是建議他就是用具體的公益的行動 可以跟他的粉絲多多宣導正確的觀念 那社會以及代言的廠商對他的看法自然也會逐漸的改觀 最佩謀的畫面 kung OFF